胸悶会不会致命? 这方法一测就知道 许多人都有胸悶胸痛的经验 总担心会不会是心脏出问题 或是心肌梗塞的征兆等等 凌俊丽医师表示 因为胸悶而求诊的患者非常多 但会造成胸悶的原因太多了 包括肌肉拉伤、胃酸逆流等等 当然还有最致命的心脏疾病 发现胸悶时 其实只要稍微运动一下测试 就可以分辨病因 如果运动之后反而感觉比较舒服 那代表心脏状况正常 胸悶的原因和心脏无关 不会有立即危险 相反来说 如果运动后胸悶更严重 就代表心脏可能有问题 如果还有冒汗、异喘、心悸等症状 就建议赶紧就医检查 医师也强调 这是初步的自我检测方式 如果想找出胸悶原因 还是要到医院进行更精密的检查 比较安全 东新闻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